歡迎回到武董談大學 各位觀眾 歡迎來到我們的QA單元 各位其實看到我們今天做了一個新的背板 寫即席森論型QA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開直播都會有QA 但是各位 董事長這種森論的QA 你很難找到 第二個 為什麼呢 各位的問題 都是我們從聊天室 Cue出來的 那現場問呢 董事長現場答 而且他現場答 不是跟你歐陽世道 也不是跟你虛應故事 他是很仔細的 很深入的 跟你回答問題 所以這個是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單元的魅力 董事長 所以每次你都要接受挑戰 可是我覺得你也不緊張 反正這是你show off的機會 好第一題 剛剛就有人問到這個 韋漢哥噴館長 韋漢哥他噴館長說 你館長是拿 他大概指的是金剛 他說你館長是拿金剛的錢 拿金剛也是 來自紅色的 這個紅色的企業 可是實際上昨天金剛有發聲明說 他們跟中資沒有關係 他們是百分之百的台資 他是這樣說的 那其實呢 黃偉漢大概就是follow 這個蔡正元的話 說那你就是拿中資的錢 然後現在來噴 這個紅色的媒體 他意思說這樣子 這樣子 這個館長是一個 自相矛盾的行為 那董事長你怎麼看待這個 黃偉漢 他對館長的這個評論 偉漢是我的好朋友 蔡正元也是我的好朋友 我都不知道他們的重點是什麼 他們重點是說 這個館長不應該拿大陸的錢 還是不應該罵 不應該拿的錢又罵人 他意思是這樣 他就說你拿 這兩個是哪一種 你不應該罵他們 他說你罵他們 也沒有道理 你也拿人家的錢啊 拿了這個大陸的錢 就不能罵人就對了 不能罵 所以他就間接 是不是就承認說 旺中如果拿了大陸的錢 所以旺中不會罵 不會罵大陸 是不是這意思 他就幫這個蔡炎明解套 對 蔡炎明拿了大陸的錢 所以旺中集團 不罵大陸這個事情 找到了正當性 我看是不是這意思 那我就要講清楚 蔡議員講清楚 搞了半天他們兩個是在幫 借著館長的 小小的一顆花生的 pinut的case 去幫這個蔡炎明 那麼大的一百多億人民幣 解套嘛 原來是這樣 人家你要搞清楚 問題的核心啊 那這個來講的話 這個可以接受嘛 對不對 因為館長有沒有拿錢 我不知道 但是蔡炎明拿錢 好像被確定了嘛 對 那蔡炎明沒有罵大陸 大概也確定了吧 對 所以這兩個都確定了 所以用蔡炎明 用蔡振元跟黃偉翰的邏輯 那就是旺中這個事情是 可以接受的 大家要諒解 是不是這個意思 好像是這樣 我告訴你 剛好相反 我要是大陸 我給一個 我如果真的是投入資源 給錢好 照他講的 給旺中 讓你在台灣做什麼 幫我宣傳啊 目的是什麼 幫我製造好的印象啊 對啊 那現在旺中是什麼印象 昨天才十萬人 才十萬人 對 十萬人在酒過頭 你給你媽啦 是 我老公不是被騙了嗎 是 旺中變成詐欺集團 我騙了老公一百五十億之後 到台灣來得罪台灣人 是 他假設我今天 我是今天北京當局 我給錢給你 或投入資源 或找台灣的朋友的目的 是幫我去做 能夠爭取到更多的友誼嗎 不是這樣子嗎 對 爭取到更多的好感嗎 對 結果你跟我搞到十幾萬 上街頭來罵你 是 那我這個錢給你 不是我被你騙了嗎 是 因為你這個蔡衍明 不是變成詐騙集團 騙了北京的錢 如果這回事的話 嗯哼 但當然這個事情沒有被證明 是 可是韋漢跟蔡政員的邏輯 剛好是相反的 是 如果說今天 館長拿了大陸的錢 然後中間又有十幾萬人出來支持館長 對 這我是大陸很高興耶 這了不起的成就啊 哇 你群眾基礎那裡 這是群眾基礎 是 館長值得嘉獎嘛 館長值得加冕嘛 所以這個 這個價值觀 剛好是從因果論來講的話 是錯誤的嘛 是 所以這兩個人 就是蔡政員也好 或是黃偉翰也好 其實他們剛剛好 都是在這個因果上 在這整個事情的這個 是 你兩個人在那裡 假模是假模什麼 因為我覺得 有韋漢跟政員兇好算啦 不要插這條比較贏啦 插到夠了 頭頭頭 不過董長我會跟你講一件事 其實金剛給館長的錢啊 館長全部捐出去 一毛不留 金剛也準備請我們武董 團大選去做 去給他 也在那邊撥啊 對 那他也準備 跟我們也有董內分葬啊 對 那我這個東西 如果說董內分葬 我們賺到的錢 來幫助 來幫助我們的製作成本 降低成本的話 我們有什麼不對啊 如果他後面是中資 我就不能去的 是不是這個意思啊 現在看起來 這個蔡政員的意思是這樣 沒有蔡政員 請花錢 拜託不要這樣 我做這個很辛苦 我這裡不能去 那些不能去 沒有蔡政員 你給我拐幾百來給我 你不是這樣講的 蔡政員上我們節目要 我要不要給他錢 要啊 對 黃偉漢來 我要不要給他錢 要啊 那錢誰給 董長給啊 我給誰給 我去賣費 我去台台去賣費 錢要給他們 沒有你賣費 你賣費人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現在跟韋漢哥 算了吧 這一團不是你們能夠理解的啦 最重要的是 蔡衍明要回頭試案 你被人家十幾萬人吐槽 有夠不賣費 那比較重要 是是是 好 那董長 第二個問題 他說 他想要請問一下 時代力量的立委選情 在這一次的選舉 看起來會是怎麼樣 那 黃國昌棄選了這個戲子之後呢 他在這一次的選舉 應該會有什麼樣的角色 黃國昌 我對他個人的印象是非常好啦 他在立法院的表現也非常的好 對 但是他有一個缺點 就是他是一個個人英雄主義啦 對 那個人英雄主義要當領導者 可能比較困難啦 台灣最適合的領導者 譬如說我舉幾個成功的案例啦 所以新潮流就無奈人 對 非常成功 新潮流就成局 你看大協大 對 我都給你 幫大家打理頭 分給你們大家 我講新潮流兩個成功的案例啦 那 至於說你在看到其他的案例 一時間我想不到其他 就是說 做老大 做老大要怎麼樣 你要把你的利益要分給大家啦 你知道吧 這要什麼東西呢 叫做財善人聚 財善人聚 我財我財都分給你嘛 人就換來了嘛 那反過來看 就是財聚的話 我賺很多錢 人就散了嘛 朋友就少了嘛 所以做老大就是要 那財這個事情不能只講錢 名義也是一種 對 因為黃國昌他經常在做這個質詢 或是在立法院作秀 整個過程當中呢 就取得很大很大的名氣嘛 對 但他名氣那麼大的過程當中呢 比較朋友少了 哦 就是財聚嘛 對 名聚了嘛 對 那人善了嘛 所以黃國昌的朋友很少 我今天我有一個好朋友跟我講 他說 黃國昌立委 大概是立法院50年以來 人民最壞的一個立委 真的 我好朋友告訴你 剛才說 哦 大概50年以來 人間最壞就是這個 黃國昌我跟他不熟啦 黃國昌對我也很客氣啦 看到我都一直叫我吳大哥吳大哥啦 大家的觀點也不錯啦 他如果選在尾我會怎麼給官 我也會賭給他啦 是是是 但是他的 因為他這種性格上的 民心主義的作祟 個人英雄主義的作祟 其實路很難走啦 那第一個他在 實在力量內部 生存我看是蠻困難的啦 然後呢 第二個就是說 聽說他現在積極在尋求 跟這個館長在做阻擋的動作嘛 那這個等於來講的話 這個要去趁館長的群眾魅力這件事情 方向是對的啦 可是方法可能有問題啦 因為這件事情我覺得沒有那麼容易啦 因為基本上他理解到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邏輯 這是一個時代的一個改變 這個時代的改變 不是一個人兩個人會得到利益 他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改變 他可能是一個海嘯來臨的前戲 如果是一個海嘯來臨的前戲的話 他是一個革命的前戲 革命的前戲來講的話 你要能夠看到這個時代的一個巨輪的轉變 那看到時代巨輪轉變的時候 你要迎接時代巨輪轉變的方法 首先第一件事情喔 就是要把個人的意識要拋開 就好像你剛剛提到有人說 阿武東你要選二位嗎 沒有 我對這個沒有差別 我對科大事比較有差別 我對他來把這個狗創作成功比較有差別 我認為為什麼我給年輕人 給二十幾歲年輕人 給四十幾歲年輕人去做二位 這個國家有未來 我就看老花做什麼 我們是做我們在這邊後面推 當推手 當推手我跟老幹嘛 我跟老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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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老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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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較不會被人家陷害嘛 因為我從年輕都被人家害 害到現在嘛 我害得很厲害啊 你知道的意思嗎 但是最近喔 我怎麼讓韓國瑜那一票的人害了一次 我吃冬死啦 韓國瑜的婚礙情侯就被陷害一次啦 所以後來也才再說 我現在說這個 所以喔 江湖有兇險 剛剛出社會要當立委 要需要我這種人 來當保姆 來幫你們找到一些問題 然後大家迎接這個時代的 改變的這個巨輪的前戲 那黃國瑜老師喔 如果他不能夠自我改變的話 他可能就會被這個 這個時代淘汰掉了 這個是一個很可惜的事情 所以他必須要認知 他要先認知 是不是有海嘯要發生 欸 董長 可是我這樣講啦 台灣要出這種人才 其實也是很不容易的 真的很不容易啦 就是說在政治上在學養上 欸他建中台大這樣一路領先 非常非常優秀 這樣一直上來 他也是中研院的 之前的這個有終身奉的研究員 那董長那你覺得 我們國家有這麼多位置 他最適合做什麼位置會最適合他 而且他也可以發揮的很好 如果你來看的話 黃國瑜老師 他最值得做的位置喔 去拍偶像劇 演男男男男男男男性的 摩托 長得又帥又好 對不對 最棒 他就演那種 大學女教師 去勾引女學生的那種男性 不是啦 我是說政府的 政府的位置 她沒有頭肉供我做 個人主義嘛 因為這個 他喜歡 這個他喜歡看到這種這種攝影棚嘛 他喜歡看到聚光燈嘛 他喜歡看到SPA-LINE嘛 這些美光燈的鏡頭之下 他已經迷失了 他回不去了你知道嗎 像我們長期在第二線的人 我們懂這個其中三妹 所以我們控制住自己 如何能夠推出 新的候選人上場 推出年輕人上場 我手下 跟我同事的第一個立法委員叫李永平 他從認識我當立法委員 到 市長十年時間 李永平當副市長 當副市長十年 從認識我 我給他當新聞部經理 到副市長十年時間 這要提拔年輕人 我們才有未來 你懂嗎 對可是他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親民黨當時 親民黨當時是 台灣的希望之所計 結果被宋楚瑜搞壞掉 那另外一回事 就是國民黨分裂嘛 郭民棟 能夠把國民黨搞分裂 這個是我人生最快樂的事情 你不知道嗎 親民黨分裂國民黨 我爽歪了 你不曉得這件事情 對 只要搞死國民黨 我都很高興 就對了啦 分裂就是最簡單 一種搞死國民黨的方法 我現在講國民黨第三 再第三次分裂又要來臨了 郭台銘如果 初選敗了 又出來分裂一次 這時候蔡曉英或是 柯P就順利當選 這個時代的續輪 這個海嘯快來臨了 黃國昌老師沒看到 所以他會變局外人 他只能夠去拍偶像劇 希望不會這麼悲慘 好董事長 偶像劇悲慘 不是 他應該會覺得蠻悲慘的 董事長下一個問題 大家其實都關心國內的事情 可是我們還是有 有觀眾想要問這個國際的問題 G20 這個川普跟習近平會見面 那董事長 川普跟習近平 習近平會見面 對 那 他們見面會談什麼 那 可能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因為現在據說 本來講好要賣我們的 M1A2 現在 Postpone了 因為他們要見面 有這個傳聞出現 這是個rumor 那 請董事長 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我覺得 這個QA我是被RJ設計 你知道嗎 因為你說這種問題 實在是高難度 我講坦白的 是 但剛才老師傅沒在怕這個 我先講幾個重點 第一個事情 我告訴你 原來的平壤會議 所謂的 北朝鮮的這個 去核化的議題 是三國在處理 哪三國 南韓 北韓 北朝鮮 對 跟美國 美國直接介入 結果越南會談之後 美國退出對不對 對 結果這一次的G20 習近平的之前 前兩天 習近平跑到 北韓 用 去做的 State visit 做的這個 國 國事訪問 是 見到了這個 金三胖 對不對 對 金小胖 金小胖 見到之後 然後他才參加720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了 三邊的會談 要變成四邊 他介入 習近平要介入北韓了嘛 他跟北韓之間 就可以告訴你說 北韓 這個 因為你三邊不能突破的 所以第四邊介入了 他有做一個結構性的改變 他當然取得金正恩的這個特殊的默契 他才會去跟他見面 金正恩沒有承諾之前 事先沒有談好以前 他一直跟你談什麼 他一定談好說 我什麼東西給你嘛 你要什麼東西給我嘛 最重要的就是金錢跟物資嘛 這叫突破聯合國制裁啊 當然是幹這個事情 他拿到了北韓這張牌的時候 到720再跟你談的時候 最大的改變不是他們兩個的會 而是這整個北朝鮮的 所謂的去核化的會議 變成四方會談 這個大不大 好大 超級大事情發生了 好如果四方會談的情況之下 華爾街日報 寫出來了 說要取消台灣軍售案 對 我這個 我把出處告訴你嘛 華爾街日報 華爾街日報講到就是我們的M1A2戰車 對108 跟我們的16 跟我們的F16V F16還沒有 這個事情就是說 他已經開始在放風聲了嘛 那華爾街日報上次已經放過一次風聲 就是F16V 對 上一次也是華爾街日報 也是國防部不知名官員 對 所以這兩個消息的人就是國防部官員 那會不會實現 有可能會實現 有可能會實現原因是什麼 他就是在這個時候 先來 先給習近平一個 一個紅蘿蔔 一個胡蘿蔔 對 然後看你在川席會的時候 你給我什麼東西 川席會的時候 距離我個人的判斷 會有一個好的開始 什麼好的開始呢 很簡單 他已經幫抖 北朝鮮進去了 是 幫抖北朝鮮進去的時候 對方打什麼牌 台灣牌 這是交易的開始 對方一定打台灣牌 打台灣牌 川普已經打台灣牌 川普已經打台灣牌 所以前兩天我們看到了薛瑞福 國防部的助理部長 在談到說 要抵制中國的網軍 來干擾我們台灣 2020的大選 對 那是美國國防部出招嘛 對 所以雙邊都在那邊空中喊話 在喊話同時 我現在預測一個結果 給大家聽 大家都不要吹牛 川席會一定是一個好的開始 注意我這句話 好的開始 什麼開始呢 中美貿易談判的好的開始 中美貿易談判好的開始 因為這是世界級的一個談判 他們兩個人會互相擁抱 會開始開創一個 會開啟一個 或是我用簡單的 他open a window 他打開一個窗戶 那個窗戶叫什麼 叫做協商的窗戶 後面怎麼發生不知道 但是先開始重啟會談 所以讓全世界的股市 跟我們的財匯市 趨於一個瓶頸 就把我們 他後面的3250美元的 懲罰性關稅的案子 暫時postpone 包括華為的事情 可能都有 趨緩的可能性 但是會是一個好的開始 這個在 應該是28號 28號到30號之間 在京都會發生 我認為是一個好的開始 但台灣被出賣了 那 問題是 那川普要什麼 川普要 要習近平 乖乖的跟他簽下 中美雙方貿易談判的協議書 要簽下這個協議書 因為川普要度過他現在 面臨到的初選 因為 共和 這個民主黨初選的壓力 目前大概所有的民調顯示 拜登 Joe Biden 對 大概有七八個民調媒體 因為全都贏過川普 蛤 所以川普贏過極大的挑戰 川普就一張牌 就兩個重要的牌要解決問題 一個牌就是 第一個 就中美貿易談判 第二個 是川普 個人的一個重大的東西 就是平壤 就是北朝鮮的無核化 這兩件事情影響到川普的 2020的當選 所以他一定會出賣台灣 是 好 希望這件事情沒有想像中的這麼悲觀 希望出賣台灣也沒有 想像中的那麼淒慘 以上是今天的武董談大選喔 那希望大家跟我一樣覺得 在 這個 武董的陳述當中 這覺得如沐春風啦 沒有套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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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時給我打這種國際牌出來考我 是 這是我們一天不讀書 明天就會被淘汰掉 請各位網友 各位柯粉 知道了嗎 我們叫做聰明的柯粉 一種叫做白痴的韓粉 大家不跳在這裡 請大家認真讀書 當聰明的柯粉 去有別於白痴的韓粉 然後丟垃圾 倒滿地 還有人在草叢裡面大便的韓粉 哈哈哈 好 OK 我們謝謝大家的收看喔 明天晚上九點鐘 請大家還是同一時間回到武董談大選 喔還有一個提醒喔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的 還沒有按鈴鐺的 請都到我們武董談大選的 節目 來按下我們的訂閱喔 那按下鈴鐺之後呢 YouTube會通知你我們的直播 還有我們的Facebook跟IG 也歡迎大家按讚留言 好 今天的節目到這邊 明天同一時間回到我們武董談大選 謝謝大家 祝你們 www. parfait 中文 Facebook 努力 關於